一时还同步通过咪咕视频 腾讯视频 百时通进行网络直播 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 上海电视节的官方合作伙伴 指定沿用水品牌 百岁山的大力支持 感谢大家 上海电视节自1986年诞生以来 始终坚持为人民奉献更多的优质作品 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 37年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剧组和业内人士 走上了上海电视节的红毯 迈向了属于他们的荣耀 那今天我们也十分期待 有哪些优秀的剧组 会走上我们今晚的红毯 那稍后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 就将在我们身后的上海 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那此刻红毯的现场已经是星光熠熠 那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 获得今晚颁奖典礼 六项提名的入围剧对手剧组 欢迎片方代表张海东 张晓东 演员 郭京飞 谭卓 宁礼 严炳燕 对手是由爱奇艺 海东名日影视出品的现代谍战剧 该剧聚焦现实生活中的反间谍斗争 塑造了国家安全工作者专业敬业 无私奉献的伟案形象 好 有请各位来向我们分享一下各位的创作的心得 是的 首先要欢迎对手剧组来到我们的今天电视节的红毯 这个关于宁礼呢 我想很多观众对她在爱情神话中扮演的那个 刚散黑我小鼻这样印象很深刻 这次呢 宁礼是凭借在对手中饰演的一个聪明而冷静的杀手 入围了我们电视节的最佳男配角 而另一部入围警察荣耀的这个剧呢 是宁礼在当中饰演了一位提携后背的老警察 你觉得演警察和演杀手对你来说哪个更有难度更有挑战呢 两个都非常的有难度和挑战 但是呢 也很有乐趣 对 都很有乐趣 所以我们也期待今晚你会不会有很好的收获 好不好 既有难度又有挑战 接下来问谭卓一个问题了 你饰演的角色我觉得也蛮有难度的 白天是一个教师 到了晚上就是一个女间谍 这个角色的转换非常大 内心也一定是非常的复杂 怎么更好的去演绎这个角色 就是通过这个角色的塑造 了解到很多这个特殊职业背后她所的经历 然后就自己心里坚定了 我千万不能踏入这一步 我就更坚定了我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实际上更多的是走入生活 才能够有更为真切的一种感受 谢谢 欢迎对手剧组来到我们今天的红毯 也预祝今晚取得好成绩 有请这边来到我们的签名废版前 签名留念 有请 对手呢是讲述了在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之中 在普通城市的街头巷尾里 随时上演的鸣枪案件的斗争故事 以此提醒人们保持高度警惕严防间谍活动 是国家安全工作者 他们构筑成的铜墙铁壁 保卫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乔家的儿女 亲爱的小孩》和理想之城剧组 欢迎《乔家的儿女》剧组美术王文龙周星宇 《亲爱的小孩》剧组摄影于小陈美术于浩然 《理想之城》剧组片方代表赵文竹张言 《乔家的儿女》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 德显影业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家庭情感剧 该剧以《三十年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 讲述了乔家的五个孩子 在艰苦岁月里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 《亲爱的小孩》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爱奇艺爱奇艺自来水工作室 临时传媒星空影视出品的家庭生活剧 讲述了一对已经离异的父母 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女儿 所历经的纠葛和抉择的故事 《理想之城》是由爱奇艺传递娱乐 厚海文化 华夏兄弟 橙子印象 新力量 曲江风头出品的都市职场剧 好 我们请各位嘉宾先移步 到我们的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欢迎各位 《理想之城》这部戏呢 曾在东方卫视播出 反映了我们中国建筑行业的现状 讲述了造价师苏晓成长的故事 那三部剧也是聚焦小人物 聚焦日常生活 通过小人物的点点滴滴 来反映社会的变迁 生活的改变 此时此刻向我们走来的是 入围剧《天下长河》剧组 欢迎片方代表姚玉竹 导演 编剧张挺 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全新剧 由《天下长河》主创 以及原版人马创作的《江河日上》 欢迎监制机主演黄志忠 制片人姚雪柯 《天下长河》是由浙江好酷影视 有限公司出品的古装历史剧 该剧讲述了康熙地位 治愈黄河水患 不拘一格提拔陈皇 进服两位治水能人 君臣平定和患 留下了让后世为之称道的 丰功伟绩的真实历史故事 《江河日上》是由芒果TV 芒果超美好酷影视出品的 环保题材剧 有请各位一步到签名板前 签名留念 这边请 欢迎各位 那《江河日上》是讲述了 岐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之后 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 岐江大学教授 郑寒江临危受命 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提交了一份高质量答卷的故事 接着走上红毯的是新剧 《许你岁月静好》剧组 让我们欢迎总制片人苗萌 领先主演金翰 轩鹿 《许你岁月静好》 是由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 公司出品的军旅情感剧 该剧讲述的是工作狂记者唐欣 和海军陆战队中队长五四 在经历了各种困难和磨合后 终成恋人的故事 欢迎《许你岁月静好》剧组 请一步至签名板前 签名留念 这边请 那这部剧讲述了价值观相左 琐碎生活的磨合 甚至是恋人职业的特殊性 让我们的主角一度犹豫 但最终他们选择坚定不移的 携手余下的人生 军营里的爱情再继续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 入围最佳纪录片单元的代表们 入围的纪录片有 北环道 彩棉时节 反道而驰 卡拉OK天堂 内心之火 献给卡蒂亚 莫里斯 克拉夫特的安魂曲 柴米油盐之上 绿色星球 世纪犯罪 致命科学 以及众神之地 这些佳作为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观众 提供了一个深入彼此生活 增进相互理解的窗口 欢迎最佳纪录片单元的来宾们 请各位一步至签名板前 签名留夜 今年电视节的纪录片入围作品 也是沿着回溯历史 纪录当下 以及洞见未来的时光轨迹 带领人们找寻和拼凑人类 共同的文明记忆 也再次感谢纪录片人 对真实的无谓探寻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第二十八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飘香电视节节目展播活动开幕片 白玉兰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入围片 柴米油盐之上的导演科文斯 科文斯曾经获得过两次奥斯卡奖 四次奥斯卡提名 以及十六座爱美奖奖杯 他的拍摄足迹遍布全球 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科文斯先生也是我们上海电视节的老朋友了 So Mr. Clark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back to Shanghai TV Festival Go this way please 那柴米油盐之上呢 也是讲述了一系列鲜活的 中国基层人物 竹梦小康的故事 接着向我们走来的 是收获今晚颁奖典礼 五项提名的入围剧《三体》剧组 让我们欢迎片方代表白衣聪 导演杨磊 编剧《三体》 编剧田凉凉 摄影刘毅 三体是由企鹅影视《三体宇宙》 灵和文化出品的科幻剧 该剧讲述了纳米物理学家汪苗 与刑警史强 共同揭开了地外未知文明 三体世界的神秘面纱 并随全人类一道与即将入侵的三体人 展开博弈的故事 欢迎《三体》剧组的到来 请各位一步至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欢迎各位 那《三体》呢也是近年来 少有的口碑佳作 也是科幻题材电视剧 在中国的一次崛起 那科幻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畅想 更是科技与现实的结合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科幻剧 走入我们的生活 现在走上红毯的是 入围剧《开端》剧组 让我们欢迎编剧《祈祷军》 黄凯文演员刘丹 《开端》是由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 有限公司出品的时间循环短剧 该剧讲述了游戏架构师 肖鹤云和在校大学生李诗晴 遭遇45路公交车爆炸后死而复生 在时间循环中并肩作战 努力阻止爆炸 寻找真相的故事 欢迎《开端》剧组 请移步到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这边请 《开端》当中两个普通的年轻人 也是一次次的循环当中 去探究真相 《众议》终将会来临 接着走上红毯的是入围剧 《警察荣誉》剧组 欢迎制片人戴盈 演员张若云 白鹿 王景春 宁礼 《警察荣誉》是由爱奇艺 华氏娱乐 东洋竞技鸟出品的都市生活剧 曾在东方美视播出 该剧讲述了四位见习警员 在景秦高巴的平民市 巴里河派出所 历经各类案件洗礼 并在老警察的言传身教下 成为合格的人民警察的故事 好 也请各位主创 跟我们分享一下 各位的创作感受 那首先问问白鹿 因为白鹿在 这个仙侠剧中的形象 特别地深入人心 大家都很喜欢 这次呢是在戏里演的是一个 非常接地气的女警 那为了这样一个角色 是不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 对 我们剧组会在开机前 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在青岛去当地的黄岛的 派出所去真的跟着那些民警 去出警 去实习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训练 然后这次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能够跟这么这么多优秀的 大前辈一起学习 我也是真的通过警察 容易学习到了很多 包括其实是警察给了我勇气 勇气去接我现在正在拍摄的 这一部也是证据 所以我觉得也算 就是给了我很多鼓励吧 我觉得以后可以 有一些信心可以 尝试更多这样的类型 跟我们百姓贴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警主 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工作都是跟百姓的生活 在一起的 完全能够充分的 完美的体现了为人民服务 好 谢谢各位主创的分享 感谢 欢迎警察荣誉剧组的到来 有请这边签名留念 那警察荣誉是讲述了四名年轻警员 共同成长的故事 也让我看到了人民警察 保一方平安 促一方和谐的辛苦付出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新剧 大宋少年之二剧组 欢迎导演王菲 编剧王劝 制片人王硕 领先主演周宇彤 王右硕 苏晓彤 政委 傅伟伦 《大宋少年之二》 是由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出品的青春热血悬疑剧 该剧延续第一部的内容 讲述了六位少年 组成了密革第七斋 用自己的热血和忠诚 为保卫和平现身 消除大宋面临灾难的故事 好 也请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主创的故事 是的 王眷被大家称为是 鬼才编剧特别的厉害 那么曾经凭借庆余年 获得了第26届 我们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的最佳编剧奖 作为《大宋少年之二》的编剧 在延续您第一部的精彩之外 第二部当中 有些什么样的精巧的构思 能透露吗 第二部的话 有更多少年 面对这个世界做的抉择 或者说不屈服的意志 谢谢 我想问一下周宇彤 都说蓄积难演 这次在演赵简这个角色 用一个词来概括 你觉得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老 怎么理解这个老 没有 确实因为我们 重隔了四年 就好像上了一个大学之后 又回去重读大一的感觉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在时间线上 王眷老师做了一些 对 前后的分离 所以大家演起来还挺开心的 好 谢谢 谢谢各位的分享 好 我们请这边 一起签名留念 那这部剧当中呢 是六位少年组成了 秘革第七摘 他们为国而战 百死无悔 世界总是被这样的少年点亮 那是名为希望的光芒 接着向我们走来的是 新剧《非凡医者》剧组 让我们欢迎演员 张婉毅 江沛瑶 柳小海 制片人魏凡荣 魏欣 《非凡医者》是由芒果TV 湖南卫视 芒果超媒出品的都市医疗剧 该剧以天生患有交流障碍的 天才医生陈辉的成长 使为切入点和叙事线索 讲述了他在浦云医院 行医学习中 用他独特的视角和诊疗思路 破除难题 启发同事的故事 欢迎《非凡医者》剧组来到 我们的红毯 请一步到签名板前 签名留念 这边请 有请各位 《非凡医者》在刻画医生 这一群体时 着重体现温暖 疗愈的情感内核 多维度深层次地来发掘 医者身上非凡却寻常的职业光环 那现在走上红毯的是 新剧《庄腔启示录》剧组 欢迎制片人田莹 导演李墨 领先主演蔡文静 领先主演韩东军 《庄腔启示录》是由芒果TV湖南卫视 芒果超媒出品的都市现实话题剧 该剧讲述了初级 律师唐预和他的合作方 徐子权从相互试探到卸下面具 再到建立信任 重拾自我的当代爱情故事 我们欢迎《庄腔启示录》剧组的到来 欢迎各位 请移步到签名被板前签名留念 那这部剧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 坦诚面对自我欲望 用力拥抱生活的积极一面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大考剧组》 欢迎《大考剧组》片方代表 王晓辉 冯薇薇 演员王潇 严炳 《大考》是由爱奇艺上海同盟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 当代都市电视剧 曾在东方卫视播出 该剧讲述了金河县高三学生们 在面临疫情和洪灾的双重考验下 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共同关心努力下 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的故事 再次欢迎《大考剧组》的到来 请各位一步签名板前 签名留念 接着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 《我们这十年》剧组 欢迎《我们这十年》剧组片方代表 傅宾星导演毛卫宁 我们这十年是由华策影视 客顿传媒出品的 县里党的二十大现实题材电视剧 该剧分为十一个单元 讲述了从2012年到2022年 这新时代十年间 十一个不同行业 平凡奋动者的故事 欢迎我们这十年剧组的到来 请一步到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这边请 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入围剧 《风吹半夏》剧组 让我们欢迎片方代表戴盈 蔡莉 编剧张婷 演员赵丽颖 《风吹半夏》是由爱奇艺上向娱乐出品的时代剧 该剧讲述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下 《风吹半夏》凭借其独特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 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里披荆斩棘 闯出了一盘天地的故事 欢迎各位主创的到来 那这部剧也是获得了今晚颁奖典礼 最佳中国电视剧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编剧的三项提名 想问一下赵丽颖 赵丽颖平时可能演的古装剧多一些 这次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大剧 演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其实这两年拍了几部都是现代剧 收获了很多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能演到这么好的角色 实际上在好的角色当中 自己也会不断地去成长 对 谢谢赵丽颖 谢谢 完全是一个大女主的戏 那今天赵丽颖参演的另一部剧 《幸福到万家》也入围了 本届电视节的最佳中国电视剧 我们也预祝今晚能够取得好成绩 再次欢迎各位主创的到来 请一步至签名备板前签名留念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第28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 红毯仪式的现场 我们的红毯仪式也将通过 迷顾视频 腾讯视频和百事通 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 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 本届电视节官方合作伙伴 指定饮用水 百岁山 对我们的打力支持 谢谢大家 那现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 咕咕工作室总经理马迪 以及品牌合作伙伴沈慧静女士 在这里要感谢 第28届上海电视节官方合作伙伴 线上展映平台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的大力支持 作为上海电视节 微短剧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 咕咕工作室一直秉持着 为好想法创造好内容 为好内容创造高价值的理念 欢迎各位 请各位一步签名板前签名 那咕咕工作室也是致力于为观众呈现高品质短剧 感谢他们为本次活动贡献了丰富的创意和才华 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国货护肤品牌 蓝希黎的美肤团代表 谭希希女士 彭雪曼女士 谭安娜女士 以及郭秋兰女士 感谢第28届上海电视节官方合作伙伴 指定护肤品牌蓝希黎的大力支持 蓝希黎一直秉承着 纯净直脆美专享的绿色护肤理念 以及一对一良肤定制的服务宗旨 有请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这边请 蓝希黎致力于用科学定制护肤 为每一位爱美女性提供安全精准高效的美肤方案 和健康愉悦的护肤体验 再次感谢蓝希黎品牌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此时此刻向我们走来的是 入围最佳海外剧单元的片方代表们 入围的有布兰卡 宫殿里的另一个我 后 婚姻生活 9号密室第七季 1923 1985 重启人生 风骚律师第六季 他们的命运 欢迎各位 欢迎所有入围最佳海外剧单元的片方代表们 好 有请各位一步至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那上海电视节也是始终坚持放眼世界 为世界各国的迎评佳作提供交流的舞台 推动全球电视人的携手共进 无论是讲述历史还是聚焦当下 这些作品无不表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 在平凡中寻找伟大 传递温暖人心的力量 那上海电视节是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 让人民群众共享世界影视人文明交流的成果 接着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 《我在他乡挺好的》的剧组 欢迎片方代表唐帆 导演李莫 编剧博爽 孙奇俊 演员任素希 《我在他乡挺好的》是由湖南卫视 芒果超梅 芒果TV 麦特文化出品的都市话题剧 该剧讲述了三位个性不同的8090后女孩 在北京相遇又因同乡好友的意外 开始质疑自己的一厢生活 最后做回真正的自己的故事 欢迎主创们的到来 好 我们有请《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组各位 一步至我们的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那这部剧是聚焦当代都市新青年 与新中年一厢生活的欢笑和泪水 最终展现的是成长背后的坚持与选择 也真实展现了光鲜都市中 与希望共生的一厢群体与生存汇卷 现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入围剧 《叛逆者》剧组 让我们欢迎演员朱一龙 王阳 《叛逆者》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心理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出品的谍战剧 该剧讲述了林南生 朱宜珍等人 在共产党员的指引下 寻找正确的救国道路 完成信仰蜕变成长的故事 好 在这里也请二位向大家分享 一下二位的创作感受 是的 朱一龙在剧中 将林南生这个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往上对你的评价特别地高 尤其是今晚也是入围了 我们的最佳男演员的候选人 这个很多人说你是有颜值 有阅历 有演技又有流量 所以说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在今天晚上入围到电视节 有什么样的心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很开心了 然后《叛逆者》这部戏 然后还有林南生这个角色 我觉得提名对他来说就是认可 对 所以非常开心 是 我们的白玉兰电视节 一直是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 非常的公正 所以今晚你会对自己有所期待吗 其实心情还挺放松的 因为每一个 就是我看每一个作品 然后提名的演员 然后都是非常好的演员 作品也非常棒 角色也非常棒 所以就抱着参与的心态来吧 非常好 很谦逊 也希望您今晚好运 如此放松的状态 谢谢朱一龙 谢谢朱一龙 王阳在《叛逆者》当中演的沉默群 是第一次演这样一个角色 而且这个角色是我们电视剧当中原创的 在原著没有参考的情况下 怎么演绎好这个角色 我没想太多 就是想按自己的想法去演一个自己这个版本的沉默群 有可能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那是王阳的版本 王阳的版本就是独特的版本 可能也是最好的版本 谢谢 谢谢二位的分享 欢迎叛逆者朱一龙 王阳 有请这边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最佳动画单元的入围代表们 入围的有《大理寺日之二》《功夫熊猫》《神龙骑士》《画江湖之不良人》第五季》《临海血缘》《路人超能100》第三季》《母明山谷》第三季》《秦途漫漫》 斯梅德一家和斯莫斯一家《致不灭的你》《中国奇谈》 欢迎各位最佳动画单元的入围代表来到我们的电视节红毯 有请一步到我们的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这边请 今年上海电视节共有十部蕴含着海内外动漫人新鲜创意和丰富情感的动画作品脱颖而出 为观众推开了一扇通往奇幻世界的想象之门 接着走上红毯的是收获了今晚颁奖典礼六项提名的入围剧《县伟大院》剧组 欢迎导演毛俊林 编剧王小强 演员 胡歌 吴岳 王霄 《县伟大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午阳光出品 浙江广电集团 安徽华兴传媒 上海广播电视台 北京广播电视台 联合出品的当代都市剧 该剧作为党的二十大县礼剧 讲述了县委书记梅小哥带领团队团结百姓 共建光明线的故事 欢迎各位主创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分享一下我们的创作感受 首先要恭喜胡歌 这个前几天刚刚得到了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 恭喜你 那么凭借着在县委大院当中 梅小哥这件角色呢 这次再次入围到本届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 最佳男演员 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和大家分享吗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评审和观众 对梅小哥这个角色的喜爱 但是我觉得这次入围的各位演员的实力都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入围和提名对我来说已经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了 会不会创造一个历史就是影帝和视帝是同一人 我真的不敢这么想 其实享受创作角色的过程 享受今晚我们电视节这个盛典就是很好的一件事 谢谢胡哥 祝你好运 谢谢胡哥 享受创作的过程就想问一下吴岳了 创作的爱仙芝这位女县长感觉性格非常火辣 可能也是第一次创作类似于这样的角色 自己是怎么去刻画女县长这样一个角色的 这个人物确实离我很远 但是我们有过体验生活 然后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我们还跟导演编剧互相探讨 尽自己的可能去接近她 但是现在的爱仙芝已经已然这样 所以我们就觉得观众如果喜欢的话 就会非常开心 可能要和爱仙芝一样真正地浮现身子 去了解生活才能有好的创作 谢谢 谢谢各位 请到我们的签名板前签名留念 是的 欢迎县委大院剧组的到来 这边请 县委大院也是向我们塑造了 勤勉为民的一群基层党员干部的形象 此刻向我们走来的是 入围本届白玉兰奖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单元的部分代表 入围的有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 2022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 国家宝藏展演季 妙莫中国心 山水间的家 声声不息港乐季 时光音乐会第二季 诗画中国 斯文江南 我在岛屿读书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 这就是中国 种地吧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最美中轴线 好 欢迎各位优秀的电视人 请一步到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这边请 本届上海电视节共有15部作品 进入到最佳综艺节目的角逐 其中以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描摹人间烟火器为主题的作品 占据了多数席位 伴随着大众文化自信的增强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根植传统文化回归真实生活的综艺节目 逐渐成为市场的热点 如何在传承中寻求创新 在平凡中召见幸福 中国的电视工作者们正努力书写着自己的答卷 接着走上红毯的是收获了今晚颁奖典礼 九项提名的入围剧《人世间》 欢迎片方代表于婉琴 侯晓南 导演李璐 编剧王海玲 美术王少林 演员雷佳音 樱桃 丁永代 王阳 黄小磊 萨日娜 《人世间》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腾讯影业爱奇艺 新力电视文化红道影业 上海阅文影视 北京一位文化传媒出品的现实主义剧 该具以北方城市的一个平民社区光字片为背景 讲述了周家三兄妹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书写了一部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 欢迎各位的到来 有请各位到舞台中央来进行一下分享 首先想问一问李璐导演 这次任世间是收获了今晚白玉兰颁奖典礼的九项提名 这样一部时间跨度在50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剧集 为何能够引发全民的共情 并且收获如此好的一个口碑 有什么秘诀吗 我觉得任世间 他的主题还是弘扬了真善美 把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人的变迁 中国社会的变迁 融入到全剧当中 让观众产生了共情和共鸣 这是他的秘诀 太好了 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咱们当然要问问雷佳音了 这个剧当中您的这个角色 时间跨度也是特别的大 是不是对你来说 会觉得在扮演的过程中 有不少的挑战或者是新的启发 挑战是有 是因为我还真的就没有演过 跨度这么大的角色 但是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功劳 是我们编剧老师改得好写得好 所以我们就完成就好 非常谦虚 那今天的晚上很多网友都在说 雷佳音会不会得到试地呢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 我怎么想 就承受呗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对 就承受嘛 非常放松的一个心态 反正全力以赴拿作品说话 是不是 是 就承受呗 我想剧中的周炳坤也是这样 一直在承受这个家庭的重担 接下来想问问周炳坤的妻子 剧中的妻子 樱桃 樱桃演的郑娟这个角色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可以说担起了全家的担子 既温柔又坚韧 如何去刻画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 就是真的是非常感谢 剧组导演 编剧老师 王海玲老师 所有的主创对我的帮助 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角色的呈现 不光是演员的表演 把它呈现出来的 它需要方方面面地配合 对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一部好的作品需要大家的配合 才能够更好的 给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优秀剧目 谢谢 谢谢各位 确实如此 我们也祝愿这部剧作呢 今晚能够取得好成绩 这边请来到我们的签名背板前 签名留念 有请 一部好的作品 确实需要台前幕后 所有的演织人员 共同地努力 共同地付出 我们的电视观众 才有能够一保眼福的 这样的机会 那这部人世间跨度有50年 剧组也是对各个年代的 时代背景的细节 美术上的独特性 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 才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部 令人称奇的开年大戏 接着走上红毯的 是将在今晚的 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 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歌手 周深 周深曾为多部电视剧 现唱主题曲 他治愈又充满力量的歌声 圈粉无数 这边可以拍照 在本届上海电视节的 多部入围剧中 他也参与了多部作品 主题曲的倾情演唱 用声音讲述不同的故事 再次欢迎周深的到来 也期待你在今晚的 颁奖典礼上的精彩表现 请一部签名板前 签名留念 很多的电视剧的主题歌 也是特别地深入人心 广为流传 周深为本次入围剧 现唱的有三题主题曲 永恒孤独 开端片尾曲 My Only 对手主题曲 像鸟儿一样 人世间歌曲 光字片 此时此刻向我们走来的是 本届上海电视节的 闭幕式嘉宾 让我们欢迎著名演员 西美娟 童瑶 李光杰 田宇 王耀庆 秦岚 金晨 以及音乐剧演员 蔡承玉 所以我们的电视节呢 每年也都是星光熠熠 群星汇集 今晚的颁奖盛典 也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请各位移步至 被板前签名留念 有请 我们在上海电视节的领奖典礼上看到了几代电视人 同台 这是电视的传承 也是电视的创新 在传承当中不断寻求电视新的突破和未来新的发展 好 请各位移步背板前签名留念 朋友们 来宾 朋友们 来宾们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第二十八届上海电视节 评委会的成员们 他们是 欢迎各位 今晚白玉兰战放 本届电视节 因为这么多来自海内外的专业评委的参与 而备受瞩目 我们有请电视剧单元的评委会主席 胡志峰老师刘步 来到我们的中央舞台做简单的分享 我们有请其他的评委会成员 慢慢地移步至签名背板前签名留念 好 请各位嘉宾移步至签名背板前签名留念 胡老师 我们知道本届电视节 是聚集了全球五大洲 四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 一千九百多部作品 可以说是质量双生 好多人说 这是一次神仙打架的电视节 您来怎么评价 这届电视节节目的质量 这两年 首先本届的白玉兰评奖 聚集的是两年的 中国优秀电视剧的佳作 所以我想 这个两年本身 就跟以往的一年一届 就拉开了一个差距 它年头决定了数量和质量 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个呢 确实这两年 中国电视剧 优秀的佳作 是扎堆的出现 相信正是因为这样扎堆出现 才会让我们的电视变得更加美好 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作品 也感谢我们的评委 辛勤工作 您辛苦了 谢谢这边请 玉兰飘香 光影璀璨 37年来 上海电视节不断创新 加速奔跑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 共享世界影视文明成果的大平台 中外影视人交流互建的平台 那么今晚全新的白玉兰即将颁发 白玉兰即将绽放在 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观众们 网友们 第28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绽放颁奖圣典 红毯仪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也期待今晚的颁奖圣典 欢迎大家在19点35分 准时在东方卫视守候 收看我们的颁奖圣典 我们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